男子裸著上半身 站在自家陽台 不停大吼大叫 整個聲音圍繞在社區內 將近半小時 吵得附近住戶受不了 報警處理 原來失控的男子 就是藝人唐志平 因為看到媒體的 某些不實報導 我會覺得生氣 然後可能吼了兩聲這樣子 沒有針對人我就說 怎麼亂寫啊這樣子 這個月三日 唐志平母親才剛被人發現 沈屍在自家租屋處頂樓 不過他卻三度否認 母親死亡的事實 唐志平不滿部分媒體報導 在社區內大吼 發洩憤怒的情緒 驗DNA那位是不是我母親 然後我拒絕 但是甲胖並不是這樣說的 唐志平受訪時 情緒已經緩和許多 經過警銷和衛生局評估 未達強制送醫條件 但社區住戶也透露 實在不堪其擾 那他說了一句話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我可以抽個菸嗎 就是精神狀況很不好 然後我們擔心說 是不是又有什麼事發生 對比以往出現在螢光幕前 帥氣挺拔的模樣 唐志平6月6號生日這天 因為母親不在身邊 顯得格外憔悴 令人不勝唏嘘